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講起黑市這兩個字可能大家就想起會做一些違法的事 但你有沒有想過今時今日 在大陸私人補習竟然都要在黑市出現 到底是什麼事呢?我們一齊看看 大陸政府近年禁止私營企業提供貨外補習行業 原本的意思是想減輕家庭負擔 但對於很多中產階級家庭來說 這些努力就產生相反效果 根據報導所講這些家長轉向為小朋友 去找一些很昂貴的地下輔導服務 這些服務在全國各地都飆了出來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上海深圳等等城市家長透露 很多家庭的貨外輔導開支 實際上反而增加了 特別是暑假開始 暑假是新冠疫情限制結束的第一次學校放假 他們表示已經轉向去參加一些很昂貴的地下輔導服務 而除了很高的費用 這些家長最抱怨的就是 由於缺乏教師資格證的公開訊息 好難找到合格的家教 中國其他地區的中產階級的家長 亦都遇到類似問題 其中有些人提到 那個價錢的升幅好大 好多私人導師 過去是教大型的教育公司所開的大班課程 現在只能夠教小班 甚至乎由於地下是黑市 只能夠是一對一 就怕這些官員發現 根據家長同私人導師所講 為了彌補這些學生人數的損失 好多學校是收一個好高的費用 其實由2021年起 大陸政府就對私人補習班這些行業做了一個全面打擊 原本的意思就是想減少這些家庭的負擔 包括過度勞累的學生 和難以支付學費的家長的負擔 希望就可以令到這個價值1000億美元的教育行業 停止它無罪擴張 但這個行動令到很多公司虧損甚至破產 上市公司市值也是即時蒸發幾十億美元 而導致幾萬人被裁員 也有人質疑這種禁令的有效性 因為高中和大學是根據每年一次考試成績 錄取學生的入學考試這個制度 仍然是非常之盛行的 高考是非常之激烈 每年是超過1000萬的學生去增加 但如果是沒了這些補習班的話 變到它們如果是要自修自學 其實整個過程是幾辛苦的 當然辛苦只不過是其中一點 最麻煩就是家長會非常之擔心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